Lun Sang 离开台北之后 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Lun Sang 离开台北之后 Lun Sang 离开台北之后 Lun Sang 离开台北之后 我是Kitty 以前在台北是个上班族 步调非常的快 生活压力也很大 自从开始冲浪之后 我就爱上了大自然 所以搬到了一直很向往的宜兰 我所有的休闲时间都在海边 尤其是每次踏在沙滩上面 沙滩松松软软的 却给我有很大的安全感 吹着海风 听着海浪的声音 让我心里有无比的平静与自由 大概在四年前我接触了冲浪 那特别喜欢来宜兰这边冲浪 我觉得冲浪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 不论风再大 不论浪再大 当我趴着板上滑出外海的时候 我感觉到心里无比的平静 仿佛周边的时间都静止了下来 来到宜兰之后 除了多了很多时间在海边之外 我在生活上面也做了很多改变 以前在台北都是以外食为主 在这里当步调慢下来之后 我有更多的时间 给自己做比较健康的食材 这两年来 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 变得更好之外 当然身材也变得更好 在宜兰的生活步调真的比较慢 我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像是给自己泡一杯咖啡 坐在窗边 好好的看着窗外 放空我的心思 释放我的压力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生活方式 在宜兰我也开始了钢管舞的教学 大概在十年前我开始接触了钢管舞 当初我是在脸书上 看到一个澳洲舞者的影片 他让我非常的震撼 原来钢管是这么充满力量 与美丽的展现 这几年的练习下来 我觉得除了我的力量增强之外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 对于我的内心 我的自信 也变得更加的强大 钢管舞改变了我的审美观 一个人身体的美感 不再受限于胖或是瘦 钢管舞其实有很多的面貌 除了力量之外 它也是充满着性感 展现女性的魅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 愿意敞开心胸 展现自我 也愿意去探索自己很多无限的可能 去尝试各种可以让自己更增加魅力的机会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运动 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魅力 而且更开心更快乐